看看突出的高颧骨和下颌宽 瞬间显老十岁 没有修容的脸像一个大白面馒头 你只会在颧骨下颌无目的扫修容 整个没效果还很显脏 正确修容 1.拿出我常用的三把修容刷 大的外轮廓修容刷 小的火苗刷和扇形高光刷 多说一嘴刷毛 选择这种蓬松柔软不扎脸的 本会更贴合脸部 抖掉扶毛后也是不掉毛的使用寿命更长 真不错 先用大的扩形刷先修外轮廓 从耳根到下巴顺着骨骼扫下来 往下把方向过渡 下颌脚最方处往上扫受咬肌 收缩颧骨先找到颧骨最高处 从后颜角下方经过颧骨斗鬓角这段距离 正面斜着扫修容 整个颧骨和下颌都很好地往内收 线条感更流畅 但小脸更明显了 同样我把左边也修了 可以明显看到左右脸对称很多 也很协调 脸瘦一圈 2.火苗刷修处高鼻梁 从眉毛下方C字行扫 加重扇根再是鼻头最后过度鼻梁中断 人中也加深 3.用雅光高光扫鼻梁两侧 使其干净更立体 眼下三角区也来一点 脸型更饱满 继续用扇形高光刷沾珠光高光 提亮扇根和鼻头以及眉骨 整个修容就化好了 正确的修容让整个五官立体饱满 线条感也更流畅了 妆容也瞬间显得更高级有质感 无论正面还是侧面看都很干净 宝子们学学学 叨짜 短 叨 叨 叨